大家好 我是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終於掛到一條娛樂給大家了 是 在這種時勢 戰亂、疫情 打孕來的 香港的娛樂圈變成了疫情娛樂士 大家先給我一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找資料 支持一下我們廣播 最重要是支持我們Playson 五元雞就無廣告 多謝各位 這次電視城 多人確診 有些報紙這樣寫 封城的城 真的封城 封了電視城 也是的 他又不是完全封了我昨天看 糟糕 東張西望有沒有看 東張西望很好看 但他好像說劇組全部停 劇組停而已 東張 我告訴你為什麼 你們不知道 拍劇那邊 是另一邊廠的 中間隔了一條路 中藝 東張 是另一邊廠的 兩邊 劇組的全部都在一邊 近那個餐廳那邊 我想他們都很久沒有放假了 對 最糟糕的 因為多名人中招 大龍先生 羅樂林 確診 初步確診 為什麼經常說初步不初步 他沒有覆檢 他要覆檢才是證實確診 他自己測試 可能有兩間 對 他說差點以為沒有中招 哇 你看他的病症 多嚴重 對 有少少流鼻水 哇 嚇死我 真的很嚴重 是不是 流鼻水 那羅樂林 其實已經破了紀錄 之前一天死七次 他每一套劇都可以 嘩 又會這麼巧 是的 大龍先生 是24日初步確診 接受傳媒訪問 坦然 早上開工前做快速測試 本身看不清楚另一條線 之後 把相片傳給監製 林建楊 林建祥 林建祥 對方隱約看到另一條線 喂 好像是 接著 你中了一招 他說自己留家休息 又說自己非常精神 是 喂 阿羅樂林不年輕 嘩 他算是健康那批 如果這樣 73歲 是 嘩 果然是有料到 他說少少流鼻水 吃了退燒止痛藥 嘩 他其實都沒有發燒 只是流鼻水 但是問題是 怎樣 看不清楚那條線 隱約才能看到另一條線 可能他剛剛初起 每每 之前 林子博說過 他第一條線不夠粗 是嗎 他說如果病毒量夠高 他就粗 哦 即是你越隱悔 那條線就越輕微 是啊 是啊 很多人都表示關心 因為羅樂林都做了這麼多年 大家都叫 是啊 撞口撞面經常見到他 祝他早日康復 但是壞的留言一樣會有 有 不過我見到 他也算是身體強壯 是啊 電視城也很嚴重 東方新聞這樣說過 電視城多人確診 無線所有劇組全面停工 嗯 想不到封城 封了電視城 無線電視城 爆了疫症圈 除了多人確診 他說其實 周家樂初步確診 證實了 然後又羅樂林 對吧 那 就因為有幾套劇 他說曾經有人確診的 隱瞞這套劇 發言人 回歸 柱光 再加上每天開工的愛回家 和破毒強人都有人中招來計 嘩 嘩 這樣就真是 可能他們走幾轉 周家樂也有幾部劇 嘩 他不戴口罩 有很多人 稍後 他無線發新聞稿 這是正式新聞稿 宣佈停工消息 是 他這樣寫 本台24日 接獲通知 收到幾位 藝員 同事通知發現有人初步確診 他為保障 員工 藝員 同事 安全 和避免社交交叉 傳播 他本台 已即時停止所有戲劇組 錄影廠 和外景拍攝工作 我以為他只是停廠 外景也停了 相關拍攝地方 實時進行徹底消毒 深層清潔 以確保絕對的安全情況下 才恢復拍攝 公司將繼續和衛生防護中心作密切聯繫 全面配合中心的防疫指引和安排 對於無線的停廠 我拍攝破毒強人張希文說 停廠對我沒有影響 因為我昨晚剛開完外景 之後這個星期也沒有廠景 不過當然要小心防疫 因為之前病過就不想再病 張希文之前有種過的 他在美國 他有種過的 所以他也不想再種 而且種了不代表不會再惹到的 對 有時候會再種 曹英廉也說沒有影響 他沒有擔心 公司有他安全的做法 就跟公司做 對 對 可以了 好久沒有休息過 現在變了休息完 真的 可以休息一下 真的可以休息一下 他叫張明雅 照顧確診儀史期間染疫 他也是港姐 我也不知道 我一開始想 張明雅是甚麼人 他原來是前港姐冠軍 我也不知道 2012年度香港小姐競選冠軍 是嗎 是 是華裔的加拿大人 曾經為無線電視旗下經理人合約的藝員 曾經可能他已經沒有再簽無線 他這宗不是電線感染 兒子應該是扣一診 居家隔離超過一星期 兩個兒子都退銷了 前港姐冠軍張明雅 日前在社交平台發表 四歲大的兒子Mario 和他三歲大的兒子Mino 一起感染了Omicron 23日他IG上載的睡衣掃顏照 透露照顧兒子期間自己不慎染疫 目前全家已經居家隔離超過一星期 而兩個兒子都退銷了 自己仍然是康復中 他在貼文中感謝親友連日來 帶來物資和問候 亦都呼籲大家交配小心 兩個小朋友就擔心一點 是啊 大人又應該沒什麼事 他就寫了 他說自從上星期開始 大兒子開始不舒服 他當時都未知自己中了 以防萬一立即就留家 然後就說超過一個星期都沒有出去 自我隔離 他雖然每一天困在家裡 照顧兩個小朋友真的累 然後他發現自己照顧兒子期間 亦都被傳染到 不過呢 真的要非常感謝大家平安 我們都是康復的路上 兩個兒子第二天就退銷 然後就通屋走 他說一家都跟著指引 確保重複檢測到陰性才出門口 做好自己的責任 就是外護香港 對的 這個對的 沒辦法 我看他戴上護目鏡的口罩也沒用 因為兒子和他太近了 不是空氣了 沒錯 你只是怕那些口水鼻涕這樣 碰到而已 對 他有個感謝親友 他連日帶來物資和問候 他這幾天 他多謝大家的關心和問候 他有很多人送東西給他 新鮮蔬菜、肉類、麵包、蛋糕 全部放在家門前 他每次開門都有很多東西 好像收禮物一樣 還有多謝屋苑的互相配合 他幫忙送的東西到家門前 他最近外面越來越多個案 有些專家說可能有20萬單 大家要加配小心 他染病的朋友要加油 快點好起來 一切會好起來 超過一個星期沒有化妝 超過一個星期沒有出過家 超過一個星期每天都穿睡衣 那家庭就當休息一下 不過一個星期不出家又是好什麼 是嗎 年輕人會比較辛苦 我現在也覺得有點不太舒服 整個口很痛 還有喉嚨也很痛 是嗎 我已經狂喝水 我懷疑自己中了 你應該真的做些 蓮花清溫素 買不到 蓮花清溫素 外面有的 做些萬金油 熟了很多人 其實你應該是什麼 你是燥熱而已 但我不吃熱熱的那一刻 熱不熱氣乾火成那一刻 沒辦法 自製的 我也咬到嘴巴都爛了 你為什麼吃東西 我喉嚨也通 我真的喝了幾碗紫菜湯 海大綠豆呢 要是你做一碗糖水 海大綠豆 海大綠豆幫你清乾解毒 清乾解毒 我真的有些奶奶的東西 你可能要多喝一兩碗 你知道吧 你這期又什麼 這期又什麼 小曬太陽 這期是天陰 你這幾天才好天 糟糕 糟糕 說一些人離開無線 原來是善立文 炮哥 向劇組請假 拍電影 我還以為他休息 這套電影 很棒 為什麼呢 他跟劉德華再次合作 蛤 陳刀仔 侯蔡欣大戰陳刀仔 是啊 這套劇我看到 我覺得劉德華很適合 我很喜歡劉德華 那劉德華做什麼角色 做什麼角色 做一個過氣的大明星 這樣啊 是嗎 明白的 其實現在外回家各有發展 范逸文 金城安 朱玲玲 那些全部有劇在身 但是你現在劇組都停工了 對不對 善立文 原來近日已經向劇組請假 去了上海拍電影 暫時 沒有交代他那邊的劇情 他說會不會 怎樣呢 還有他上海那邊 他畢竟是劉德華 會找些人 或者自己拍片 丟回無線 你也有收視的 我也是的 劉德華應該不會介意TVB 拍攝他 怎麼會啊 是 其實這樣說的 善立文日前 完成了內地隔離生活 正式參與上海 舉行電影開鏡儀式 社交平台分享 他這套東西叫做 紅毯先生 紅地毯 跟劉德華合作 他們倆穿同一款 乳寒外套 一件黑 一件綠 粉絲 他們倆以前 陳刀仔 後蔡欣 什麼 二十元想贏三千八百萬 那些 我的腰骨不是那麼好 你想想 那時候 就是侯蔡欣的炮哥 和現在的炮哥 你真的很難想到 因為他戴著黑色粗髮眼鏡 又短頭髮 你想想 以前那個 真是他 兩個人 感覺上 真的差很遠 他那時候的味道 是奸很多 對 尤其是少出來的 嘎嘎嘎嘎嘎嘎 他的樣子 就是做那些淫魔 西門慶 對 很變態 對 現在 相隔三十年 陳刀仔 和侯蔡欣再次碰面 搞什麼呢 讓導演發展 任他搞 善立文說了 這句說話一出 令不少人的童年回憶 馬上回來了 跟刀仔 侯蔡欣 原來他們已經是 32年前 1990年拍的 賭合 堪稱經典 兩個人公海對賭音樂 令人的印象難忘 侯蔡欣說什麼 想偷鵝雞 哈哈哈哈 是的 即是那些 19%是傻 19%是傻 19%是煙屎 沒錯 大家真的都回來了 和周星馳 是 挺棒的 好看 好看 仍然有不少人 朗朗上口的對白 原來還有一套 1991年再製造一部 拍的都是黃征的 乙龍共舞 是的 又是那班人 張文 柳德華 善立文 善立文當時 如果你看過那些谷下幕 他可以說什麼呢 是 大魔王 是的 他經常叫大魔王 沒錯 如果在三級片 他就 大淫賊 大淫蟲 大淫蟲 就是西門官人 西門官人 對 兩個人再次合作 當時在乙龍共舞 大淫蟲 鮮立文 是不是大淫蟲 鮮立文 飾演那個叫什麼 就是史公子 觀眾記得嗎 我可以回去再看 原來上一次 鮮立文拍電影 已經是2015年 做《鴨王》 有一套叫王家欣 我不知道是什麼電影 是的 《鴨王》 原來有他的份 這個真的不清楚 其實看到他們 現在 回大陸拍電影 是的 我看到他們拍這部電影 有誰 有誰 林希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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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大年多了 是嗎 是嗎 看到廣開劉德華 原來近日 有些好人好事 什麼事呢 阿博 林成斌 是 就說 自家網店捐出30萬物資 嘩 這麼厲害 厲害 好人好事 劉德華 古天樂 鄭壽文 捐快速測試包 嗯 30萬物資 捐多少呢 看看有沒有 現在很多人 劉德華 古天樂 鄭壽文 許冠傑 郭富城 容祖兒 阿薩 和阿嬌 捐出累計25000份快速測試包 嘩 就說他們好人好事 阿博就自己捐那些 快速測試套裝 口罩 酒精初手液 又幫那些 就是失業的基層 相當之有心 這個就要給一些 非常之好 沒錯 阿博那個自家網站 叫做 Bock Up Store 主動出一分力 相當之不錯 他說 第五波疫情的影響下 日常生活之外 同時見到很多人失業 小店也倒閉 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問題 所以呼籲各界有能力的善長 加入這個捐助行列 捐助物資之外 多些關顧員工下屬 倫理守望 全城同心 攜手抗疫 相當之不錯 見到了 演藝界出錢又出力 古天樂 就是透過古天樂慈善基金 向有需要的慈善社福機構 捐出三千套快速測試套裝 相隔兩天 廣卓護議公協會 在Facebook透露 收到劉德華 慈善基金會 送二千份快速測試包 多謝劉德華慈善基金會 本會分派給二百份 十間長者 雙殘至障中心 將他們送出去 將他們的善心 另外健康蛋也發了新聞稿 指鄭秀文 加入許冠傑和郭富城的行列 當中包括容祖兒 阿薩阿嬌這些藝人的積極響應 捐贈 以仇得二萬份快速測試制 物資將會轉贈給麥當勞叔叔 慈善基金 色食堂 其康會 路向四支雙殘協會 和廢積塵互助會 幫這些貧富大眾 看到好人好事 另外有一篇 昨天跟大家討論一下 有人說 杜汶澤賺這麼多錢 他說 你賺這麼多錢 你要幫我們香港人 找到一篇 廣告 原來杜汶澤不是說 只是傳媒說他賺錢 但很少傳媒說他幫人 看到有一篇廣告 杜汶澤 撤香港人學生在台灣獎學金 田裕來 他說在台北下跌了錢包 遇到好心人 就還給他 他說台灣人的風景挺好 不敢靚 他說因為他身在台灣 我們昨天說到 找到很多錢 又說NFT 是不是NFT 是 又說一億台幣 一億多 他的牌子 現在做鴨血的小道糧品 正式宣佈他的麻辣鴨血 是在台灣開賣的 也說到 拿了身份證 就是台灣那邊 他的產品 他說全國 這樣說 台灣 全地 當地 一千間開門的門市 都是上架的 他表示賣出了一半 破了台灣鴨血紀錄 他說另外 他就是研發了另一款食物 對 昨天說過曾叛臉 他這一個 真的不是很多傳媒說的 他這幾年 他原來成立了一個 叫做香港人學生在台灣 是 以鼓勵 在台灣的香港學生 希望可以發奮圖強 他說公佈 阿澤自己 他說本身他人物慾很強 一直在學習怎樣做磁線 那就克制了 他怎樣呢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他說 他譬如 他看中了一間 一個月十二萬租的屋 結果呢 我租了八萬的 那四萬元 我就每個月固定捐出去 四百萬的車 我買 六百萬的車 我就買四百萬 算了 那二百萬就捐了 他說 杜汶澤就是凡夫俗子 所以行線 就由改變自己的喜愛物質開始 就不要一下 就說 令到自己太偉大 嗯 也都未必做到 他說接受一點愛大 就承受一點批評 狗說改不了吃屎 他說反正 他又不是自己 都不是超級英雄的材料 放鬆自己 放過別人 然後就好好活著當下 這樣 那麼做了好人好事呢 那麼他老婆 掉了錢包 有人收拾 是啊 嗯 阿田分享的一件事很嚴重的 他在台北便利店買東西 突然發現銀包不見了 證件護照信用卡 現金全部在那裡 糟了 嚴重了 心想玩完了 但無論如何都 去問便利店找找 結果他一天進入便利店 阿姨 問他有沒有發現黑色錢包 對方立即回答 你終於都回來了 他說我們怕你不回來 他說 原來阿田在店裡 跌了一個錢包 他說旁邊的宅急便所長 路不實為 把錢包交快便利店 希望那個物主就可以拿回 那麼阿田蕭尼聽到很感動 他就說 好人好事 我想說 香港也有好人好事 是 他跌了錢包 我上次試過跌錢包 我有一些褲 就是便宜褲 便宜褲和貴褲的分別就是 他的袋口 沒錯 便宜褲的袋子是亂車的 是 車道不斷淺淺的 手都塞不掉下去 便宜褲的 是啊 你坐下來那些東西滾出來 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都領過東西的 我領過一次 坐巴士 坐在那裡 滾出來 還被希哥罵 你每次都是這樣 真可憐 幸好 我們在站尾 站尾 站尾的站長 看到顏錢包 馬上說 哇 裏面有些什麼 裏面有些什麼 我遇到 我說的 裏面沒有錢 我也不介意 是 我告訴你裏面有千多元 沒有錢也無所謂 我免得煩 證件那一刻很煩 是啊 你又要去報警 你去警署 然後轉頭 又要去補領 逐個報室 又回鄉證 又身份證 神經病 銀行卡 提款卡 很多地方要離開 起碼玩你一天 這樣 我們真是幸運 好人好事 不要只在台灣才有 香港也有 我說的 沒有錢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拿回卡 裏面一元也沒有少 多幸運 是的 不是的 你經常都說 有時候跌了銀包 你跌了錢也算了 你最慘的 你將會跌了時間 香港也有很多好人 其實有很多的 有很多都看到 分分鐘就這樣 大家都知道 大家會深受那種感覺 大哥 你去搞一些證件 你以為 你不用時間嗎 我告訴你一次搞笑的事情 我試過有一次 7月14日跌了錢 為什麼我這麼記得 7月14日呢 通街也有那些 勉強筒 這樣 跌了 我大概知道什麼位 白了一聲 最後 你知道嗎 我一個勉強筒 那邊 找到我半張照片 被人燒了 被人扔了下去 有些是老 有些是老蜜桃的 好像7月14日 他背的 即是把裡面的東西拿 對 你的正眼幫你 把我火化 火化了 真可憐 所以叫大家買褲不要節省 尤其是我們 我現在就轉了 即是長期揹著一個袋子 帶著一些錢包 有時候褲子 你的褲子 不能夠控制 有時候坐下來 對 經常都試過 坐下來 起床的錢包 就是在椅子上 你又不知道 落地走下去 你才知道 那就是 好行好事 大家遇到 就不要把別人的東西 交回去 香港人士就算了 大家一起把這個善心 擴散 全世界 全世界 希望那些戰亂 盡快完結 沒錯 疫情過去 好像以前那樣 世界和平 周圍去旅行 去哪裡都不用擔驚受怕 沒錯 最好就是這樣 這個霸道的世界 我們早日就終結它 希望是這樣 好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講其他新聞 拜拜